枪枪三人行 今天我们先给大家学学艺术 这个给大家看一幅画 这个是这个毕加索的名画 最近呢被王健林买下 据说呢用一个很高的一个多亿吧 就还上了两亿了港币 这个拍卖买下来 买下来呢就说都说买贵了 其实没有这样的 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货币啊 这个东西所以对他来说 也没有什么贵不贵 远低于他的预算啊 他们那个心理价位是5000万美金 结果2500万美金他们就拿到 2800万吧 2800万美金 他们说他们当时 他一下子提的很高 对方一犹豫 啪就踩下来 所以他们心里很开心 他们说同样的价钱 就是买张大千啊 710啊 还有个真凡事啊 对 他们的这个收藏团队啊 其实是蛮专业的 听说是这幅画 原来在上海 就是去展出的时候 他们就专门去考察过 对他这个价位啊 摸得都很准 他好像是说 就是这个画是 他们就是说 是这个毕加索 转就转型时期 向成熟方向 就是去发展的时候 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 就要一个 这样一个水平的时候 所以他谈不上是买贵了 而且买的当中 这种东西 艺术品的拍卖 他有个个人兴趣的问题 所以这个价格 你很难说 怎么叫贵 怎么叫减 光运进来 据说交税就得交四千万 对 但是在中国呢 现在是打名气的阶段 所以王嘉宁 他这个买这个画 就像人家某商人 在旁边盖大楼一样 他就代表他的一个实力 你看西方啊 那些非常贵的画 买的人都不写名字的 都是以一个什么基金会出面 他们唯恐人家知道他的名字 他们以这样来显示 而中国不一样 中国这个是要高调 我原来也以为是这样 后来我看一篇 就是说这王健林啊 还真是个这个收藏家吧 算是 就一直这个从很小的时候 他就喜欢画 甚至他现在说呀 我之所以做生意啊 对 我就是为了挣钱 有钱买我自己喜欢的画 他本来收藏的呢 还是可能有一些 这个明清以前的古代的 后来碰见几个老先生 跟他讲啊 说这个明清啊 主要都是传承啊 主要都是什么的 还是这个近现代的 收这些东西的 叫什么什么吴贯中啊 时期啊 就他开始 其实我对我对这几位老先生 是什么样的老先生 我跟他们这意见也不见 我觉得他没准教王健林走了邪路 但是没有关系 就是说他们更是一条投资之路 就是说买进现代的这些个 第一个是真假 比较有保障 因为你那个明清的 甚而至于更早的 说实在的 那家伙你不就门槛太高了 你你哪知道对吧 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宁愿 好像买这个近现代的 近现代的至少保真度可以高一些 而且要是当投资的话 眼瞅着确实价格在 谁都知道李可燃 但是就说我还是要说 这绝不等于他们的艺术 他们的艺术就能超过明清 即便说什么清代 什么是传承 是什么四王 那我觉得那都不是一个档次的 当然这个是见仁见智 而且艺术价值也随着这个年份 它是有个自然的增值 你同样的艺术价值差不多的 你这个两千年前 你这个两百年前 当然在历史上 反正我有一个偏见 就说是这个中国话 他们讲啊 就叫什么呢 黄鼠狼下耗子 一窝不如一窝 为什么那个时候说是直追送元呢 基本上从送元明清 你看故宫经常举办那个展 总是从晋唐送元 这么一个一个展下来 我跟你说 你不是内行 你都看得出来 越来越来越不行 你这样的 就它这个还是有点转折 就是之前呢 这个大佬啊 这个大腕啊 说话都是以这个国宝回归 一个种的口号号召 就觉得这虽然我个人财富的增长 艺术鉴赏 但是还有一个我们中国国粹的 一个保存跟发扬 可是现在呢 开始买外国的这些名家的大作了 这有点像东宫 你去俄罗斯 你看彼得堡 东宫就是 对吧 这个叶卡格林娜二世 他就是一个女杀皇 他就是到欧洲到处去买啊 买到现在 隔了历史看 他可以跟欧洲的最大的博物馆相比啊 对不对 日本其实还没有那么多 这个都赶不上 美国的都没那么多 美国就是个大都会 对吧 其他都没那么多 东宫那个就很厉害 他大部分都是买的 大部分没 中国假如说国力真的强的话 渐渐也会多 就买一些这种 你不是说认识王健林什么人吗 不是认识他什么人 我是转转听说他买画的这个过程啊 等等 我有听到过一些 有什么内幕和 就第一个就我刚才说 他比较这个专业想买这个东西 还有一个就是说 现在也不光是他想买一些这个西方的东西 很多中国的厂家 就像你说他们其实刚开始的时候 是从跟他文化比较相近的东西去开始收的 比如说中国的字画 还有那个古域等等 慢慢的呢 将他这个眼界开阔以后 他到这个这个外面去走了 他看的越多了以后 他的这个兴趣也慢慢会转 我听说有不少 就是原来在做这个古域的人 现在去买印象派的画 你叫我们看来不太好 就是不太好理解 但是他是慢慢觉得 那个东西他也能去欣赏 这中间还是要有技术团队 因为你想这个东西 你不开外线 你要自己的团队 跟了外国的几本画册走的话 那你没有独立的见解 对你看李嘉诚 就是这种不熟不作 他这么有钱 这按说在国外都比较少见的 级别的富豪啊 在西方来说 那没几个收藏都是 都很难想象的 但是你看李嘉诚 好像没听说 他投身在这个地方 他那么多钱 超级市场路线 但是我又觉得 李嘉父子啊 他在这个拍卖场上 跟买艺术品 如果紧就投资来讲啊 琢磨的事情差不多 你看我就看 他们这父子 在英国买这个公司 买这个电器 买这个 有一种投资艺术品 就仅仅为了投资的 我跟你说 在这个意义上讲 琢磨的都差不多 他们都是这方面的行家高手 就是说我能看 你看整天就在看一个公司啊 看包括你要看整个这个国家的形式 整个世界经济的形式 英国的这个煤气啊 这个公司将来会值多少 现在值多少 现在买是什么价 几年之后估计它是什么价 哎 他们玩的是这个 所以你看 他们买公司 对 但是这个王景林说 他是这个不卖嘛 他买回来 他不是为了卖 他说要做展览等等 万达博物馆 所以大家就觉得说 好像大家过去都以为是有了钱 我就要买个东西回来 然后再就是钱生钱怎么样 他好像是走这个另外一条路 但是我看在网上 就是很多人在替他想这个钱该怎么花 就一开始先骂他说 你应该去扶植中国的这个艺术 对吧 你干嘛去买这个比加索呢 然后那个 然后又说你应该学恒大 你应该去搞足球 你买什么话呀 等等等等 好像大家总是帮有钱人在想 怎么该就怎么去花他的钱 这个蛮 这个蛮 不够 但是我们想象一下 打土豪分地产 就在脑子里够够 大家都在替那些富商在想 怎么样做慈善 大概是三个路子 等等等等这样 而且呢 现在那个就是中国呀 地底下还出来这个宝贝 层出不穷 但是我说这个层出不穷 我那天听人跟我讲了个事情 最近咱们就要说这个隋阳帝 不是说出土了吗 不是隋阳帝出土了 隋阳帝 隋阳帝出土了 咱们广告之后再说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鲜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真是盛世 隋阳帝都出土了 我们可以看看这个照片 这个我们考古的新发现 就埋在这么一个地方 说听说还发现了它的这个销 销后 还有这个后 而且呢 这个你再看下边 这是隋阳帝吗 这文弄不清是什么 他们找到一条最长的什么 经历阳帝 对啊 就是这个M1牧主为隋阳帝 M2牧主为隋阳帝的夫人这个销后 好像还有个出土这个墓志 咱们再往下看 这个这个 就是这几张图了 这个 他们现在都有人怀疑 你看从曹操开始就有人怀疑 然后现在隋阳帝呢 也有人怀疑 有的甚至是学者怀疑 说这到底是不是 现在叫一阳四痴 因为现在在中国有四个 有四个隋阳帝的这个墓 这次是被 就鉴定出来 就是官方公布的是扬州的那个 扬州 因为他的这一生我们 因为隋阳帝好像离大家的 这个 因为宫廷剧拍他的实在是太少 所以大家都不太知道他可能 但是印象当中就是 他跟两个东西是放在一块的 一个是这个大运河 另外一个就是穷花 就是他不是 咱不是有那穷花的照片吗 是吧 这给我们放放那个穷花 说这个隋阳帝 遭大运河 就是为了看穷花 是这样说的 这个花 他这个花其实是一个 比较典雅的花 我一直以为他很雍容的 其实非常小 非常 但是隋阳帝他是去了三次都没看到这个花 就挖了个运河 大家以为他是个花痴非要挖这条河 其实他也不是 他当时是什么呢 他是把这个首都从长安迁到了这个洛阳 那么他是挖了一条这个河以后呢 把南方整个管理起来的 因为你南方所有的物资 军 就是这个兵力 都可以通过这个运河直 就是直达他这个首都 所以他是通过这样把南方有效的管控起来了 就那个时代的京广线 就是南北的这个 高铁 高铁 但是代价极大 你知道他中间有一些段落 他有一些地方 他觉得水太浅了 就觉得挖的不到位 五六万挖河的民工活埋 对 这个就是 历史上很有名 后来后来唐代的皇帝都是以他为这个 为为教训 对 就是说这个这个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啊 你把挖河的人 你说挖的浅吗 你再挖过就是了 五六万人活埋 而且都说他荒野牧师 随带跟秦带一样 历史上是 所以要是真实的话 就在那里办反腐展览馆吧 随阳帝的下江南 扬州美女 这个 烟花三月下扬州 那个那个情景重建一下 让现在各级官员参观一下 知道引以为戒 对不对 对 这叫奢米吧 这算这算奢米 一顿饭能吃出多少钱 是吧 而且现在这个事情也有意思 说这个不但存阳地出土了 曹操 曹操为基因研究做了贡献 曹操呢 出来一个268 曹操的基因里有一个东西叫268 268做将 这打麻将呢 258做将 说曹操啊 曹操他们家 现在就是说 反正说是很靠谱这个研究啊 但是就是说呢 河南那边 表示坚默 因为呢 我就是看了那个整个报道以后 我没看到一句就是说 所传的这个曹操木 到底是不是真的曹操木 没说嘛 他没说 但是呢 他是采取的一个倒推法 先把在世的声称是曹操后援的 成百上千的拿来弄 弄弄弄 最后呢 弄出一种共同的 说他们这个基因里边都有一种 叫268的东西 好就都有了 然后呢 又在安徽伯州 曹氏宗族的墓 找着曹操的一个叫叔祖父的 说那就是 他跟商量给了颗牙 两个牙 再把这牙钻了个眼 一弄 也有268 说这个 鉴定像法医鉴定一样的准确 可是我想问 弄那么多科研经费 把两颗牙对在一起 意义在哪里呢 很多人问这个问题 这个很有意义 这个是法人类学跟历史学 跟现在的科学 就自然科学的DNA的 等于像医学这样的东西 是一个跨界的一个学术研究 就是我们在曹操这个身上 试验了我们的 对 你能够这样来测曹操的话 你将来什么人物都可以这样来 这是考古学的一大进步 而且好像是 等着很多人 好像还是 全世界都是少有的 这是一个突破 对 就如果说他这个像 他们说的这样靠谱的话 复旦 是 复旦带有才人出 各领风骚好几年 复旦原来四个一级教授 陈旺道 周古城 苏布钦 苏布钦 苏布钦数学的 其他三个都是文科的 那谭家政就是做历史地图级的 周古城呢 也是做虎代史研究的 他说汉代 有奴隶啊 什么什么什么 所以他们这个研究 其实我在我看来啊 比这个 比我们平常讲的很多 是有意义的 除非他中间有 有科学上 那我们没法判断 你这个2685 我不知道 至少是把一些个攀龙附凤的 以后就彻底赶走了 最简单的就有个村张 那个村张的人都姓曹 我们以前讲 曹操的那个 我还真认得有曹操的人 我也认得 你知道吗 我在首都机场 有一个那个 办那个什么 登机手续的一个 很漂亮的一个小姐 带这个胸盘 我一看 就叫这个 名称这个姓 然后呢 我就觉得 曹小红 小倩 就是然后我就觉得 对这个名字 对这个姓氏 很感兴趣 过去这个姓氏的人 他们有自豪 他们觉得 他们是曹操 这这个 这样过来的 是吗 但是这次基因的测定 证明 太大打击 太大打击 人家本来就被 有奇异 现在更加的 有赏口比 太大打击 还有呢 你们那个夏侯氏 有的像夏侯子 也说 我们也是曹操中心 这次彻底没关系 对不对 对所以啊 几家欢乐 几家愁 你就安徽博州 安徽博州就高兴了 好家伙 这东西 这说明我们这儿 真是曹操 但是还有好多 广东也有一支 铁岭也有一支 那都是正宗的 曹操的后人 这次查出来了 曹操现在散布在 中国的六个 还是九个地方 他们是很正宗的 铁岭以后 也可以看曹操博物馆了 所以现在真是一个 做本山做馆长 就是这个 颠覆历史的年代 咱们在咱们今天的 这个历史时代啊 将来是不是史书将会流明 我们给曹操开始证明了 因为你注意到没有 从历史上讲啊 这个咱们拍的电视连续剧 这都算主流叙述了吧 一直到一中天讲的那套玩意儿 就是基本上这个在咱们这个时代啊 慢慢的把曹操的这个民间的 这个道德形象啊 再挽回翻 是不是 一直到现在 他为基因研究都做出了贡献 都翻 都攀曹操 所以关键要留下牙齿 牙很重要 这个替曹操翻案 倒是要是毛主席做的 毛泽东 他对曹操 毛泽东对一个 那个 国木若嘛 写了很有名的戏 蔡文基嘛 他那个戏就是歌颂曹操的 其实就是 当时就毛泽东欣赏的 就是 就是雄才大略 就尖雄尖雄嘛 历史从来是站在刘备的角度 在毛泽东看来 刘备这种哭哭啼啼的 没有用 做不了大事 所以替曹操翻案 所以还是要组织官员去参观一下 曹操墓 先参观 一条旅游线 先去看隋阳地 是吧 奢明教育基地 对吧 再看这个曹操墓 熊才大略 在曹操墓 那个是不是还不知道 这个所以还先得到复旦去 做一件 复旦 你就别说复旦 我跟你说复旦最近呢 还做了一个研究 挺 也是造成一个问题 我觉得今天的年代啊 确实是难分真假 前两天一个新闻 说这个雾霾 除了让精子游不动之外啊 复旦的一个姓宋的教授 说 组织啊 说拿那个老鼠做实验 六天 肺就黑了 后来说假的吗 永远不可逆 对 然后到这几天呢 你像这宋教授就说 不是我说的 我没有说这个话 就引用我的名字 说我做这个研究 而且我觉得今天的研究 真的很奇怪 我当时看这个新闻 就很怀疑 它鼠的肺怎么变成黑肺 那就像有的说抽烟的那个 那能有不 它是把那个雾霾的 那个那个滴漏的那个溶液啊 雾霾精 每天往这个肺 把鼠杀死 把这个肺拿出来 往上滴 六天 一天滴两次 那玩意能不黑吗 那多费劲 南木之徒 一下不就行了 然后你会看到 这个研究呢 是一个川贝枇杷高的 一个企业 然后就是说 我们也测试过了 我们要测试的 是发现用了川贝枇杷啊 这个好像症状啊 能缓解 或者能预防 能预防雾霾的伤害 我们不知道这个科学 到底是属于广告 还是属于中立 是吧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传承千年酿造工艺 历经天宝肚藏 红花国色 酱香典范 红花朗 味精用了一百年了 现在我们有了健康味精 太太乐 酥之仙 以新鲜蔬菜提取 和味精用法一样 味道更鲜美了 健康味精 就是太太乐 酥之仙 派人去复旦报仇 真是 抄家应该派人去 到抄复旦去 这家伙人家的 谁不想 他们一再说了 这个姓不能读第四声 读第一声 抄嘛 就是我一直就读第一声 人家读错了 你读几声 也跟曹操没关系了 现在悲痛的是这么一件事 你君姓什么来着 我姓周 周 终于找到没有 可是我怎么没有觉得 非要找到 你祖上有一个名人 会觉得很骄傲呢 你会有这感觉吗 你会很骄傲 你跟豆尔敦什么关系 豆尔敦 豆鹅 豆鹅都是我们家的 不是 所以你说 你有容颜吗 我发现有些科学 理论呢 你这个公布新闻的时候 确实也难怪人民群众啊 认为你们无聊 因为就复旦大学 他公布 你说他公布的这个人 他写什么 他说通过我们这一项基金研究 我们呢 终于证实了一个道理 就是很多同性的人 千百年前是一家 你这废话 你这废话 你 只要我们都知道 我们从小都说 几百年前是一家 你说我们 你看老百姓 我们证实了 我们从基因角度 证实了 他们甚至有人 又有人列了一大串 说你们学者 就说是啊 说近些年来 还有的学者研究出来 说唐山一百 不是唐山 凉山 水不凉山 一百丹巴将 有四十三个 不是好汉 教授 大家这个论文题目 都很有意思 什么标准叫好汉 不是 徐老师 我认为群众误解了教授 因为他们还提到一个人 我就知道了 他说还有这个李玲 说孔子是条丧家犬 你知道为什么是误解啊 李玲是个真正的学者 他是个很高水平的 很高水平的学者 但是呢 因为他的书啊 他要出惊人之语 他写了这么一个标题 但是这个书里头 可是真学问 可是你看 我们今天就是标题的年代 你看标题 看标题老百姓就觉得 你们这些学者在干什么 而且也不是李玲华仲取从 那个上家犬呢 他完全是 他讲的是史实 就是孔子当时是跑来跑去 就是这样很狼狈的 对对对 只是我们现在把上家犬 用在非常贬义的一个情况下 他有意来这么翻一翻 他倒也不是 你知道 真的吸引眼球的做法 是水浒改编成 一百零五个男人 跟三个女人的故事 那那个才叫吸引眼球 没错 没错 最近我还看见一个标题 本来是人家毛岸英啊 救了朝鲜 接着为您播出 西安楼关 西安楼关 文明启示录 请不吝点赞 咯 这几 Lak